1904年8月22日,生于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排放村,许名邓先生,1909年,进私塾读书,私塾先生邓少明对同辈邓少昌说,孩子名叫先生对孔子有些不公,自作主张将先生改为西贤。 其父亲是邓少昌,早年就读于成都法政学校,辛亥革命前后,邓少昌加入革命军当上了新兵训练营营长,率部参加了地方的武装暴动。 邓少昌先后娶了四个妻子,共生育九个子女,最后养活下来七人。 第一任妻子,张氏没有子嗣,第二任妻子,但是就是邓小平的母亲。 第三任妻子,肖氏,育有一个儿子邓先青。 第四任妻子,夏伯根,育有三个女儿。 邓小平五岁入学,高小毕业后考入广安县中学,1919年秋考入重庆勤工俭学留法预备学校。 1920年10月抵达法国,不久入诺曼地区巴耶男子中学学习。 后来邓小平在1964年2月,邓小平同泰国前总理乃比利谈话。 其实我们当时去法国,也只是抱着一个工业救国的思想。 当时我才16岁,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就想出洋学点本领,回来搞工业以工业救国。 1922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3年下,参加旅欧共青团支部工作,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1924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6年1月17日,邓小平第一次踏上了俄罗斯的领土,在中国共产党莫斯科支部代表们的带领下,前往莫斯科东方大学报道。 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待了仅仅12天,邓小平就转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被分到了第七学习小组。 1927年春,邓小平由苏联途经蒙古回到中国,后北派往西安冯玉祥国民军联军从事政治工作,任政治处处处长,学校中共组织的书记。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改名邓小平,8月7日在武汉参加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年底随中央机关迁往上海。 1928年年初,和张希苑结婚。 后来张希苑因难产,不幸染伤产入热,英年早逝,刚出生的孩子不久也夭折。 1929年下,作为中央代表,前往广西领导起义,化名邓斌,同张云义等于12月和次年2月,先后发动博色起义和龙舟起义,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和左江,又将革命根据地, 任红旗军,红八军政治委员和前邸委员会书记。 1931年下,到江西中央根据地,先后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会昌中新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 由于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被当时党内左倾领导者撤职。 1931年下,邓小平到江西中央根据地,先后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会昌中新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 1932年6月,中共中央和江西省委决定,在会昌建立中共会昌中新县委,也称会巡安中新县委,由邓小平担任书记。 邓小平积极推行毛泽东赴农路线,组织地区武装力量,是当时党内毛泽东支持者之一。 邓小平对毛泽东产生极大崇敬,这也为后面的低落埋下了伏笔。 1933年春,表面上是由于反罗明路线运动开展以及巡捂事件,开始针对邓小平批判,李维汉等极左势力抨击罗明,邓小平政治路线,实质是批评毛泽东战略方针,历史上称之为邓、毛、谢、古事件。 此后,邓被一步步剥夺权力,从省党委书记被撤职。 邓被撤销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长之职,邓受到严厉指责,被称为毛牌头子。 甚至邓第二任妻子金维应也加入批判邓小平。 此时,金维应提出离婚,随后改嫁于李维汉。 批判斗争结束后,邓受到撤销省委宣传部长职务和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被下派到乐安县蜀南村区委当巡视员。 被党内左倾领导人斗争、撤职、下放,使为邓小平升平三起三落中的第一落。 同年六月,第五次反围剿,红军总政治部缺人手,临时负责人贺昌是邓小平老友,向王家祥推荐邓小平担任总政治部秘书长,使为第一起。 由于以博古为代表的中央临时政府推行左、清贸贤主义、邓小平、毛泽谭、谢维俊等人则坚决支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反对他们的城市中心论。 为此,邓小平遭批斗,并一度被关进监狱。 他的会昌中新县委书记和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也被撤销,并受到党内最严重警告处分。 这一年,邓小平只有29岁。 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这次落起才画上句号。 1934年10月21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邓小平参加长征。 长征初期,邓小平负责《红星报》编辑出版。 年底,邓小平调任中央纵队秘书长,也就是中共中央秘书长。 原任邓颖超换上肺结合并,向中央请求不再担任中央秘书长。 长征部队到达陕西北部时,邓小平患上严重瘾疾,后因张学良调拨药品及物资帮助才得以摆脱生命危险。 1935年1月,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会议确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 邓小平任红义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政治部副主任,主任。 1938年1月,任八路军129时政治委员,和师长刘伯成,深入华北地后,创建了太行、太越等抗日根据地。 当时来访的美国海军少校,驻中国国共军队运动观察员一夫·卡尔逊评论邓小平是一个矮小、健壮和健谈的人。 他对事物的理解就像芥末那样锐利。 随后13年里,邓小平和刘伯成一直并肩战斗,以把二十九师和禁忌鲁豫野战军,后来被称为刘邓大军而留名实策。 1939年7月3日,邓小平参加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9月,同卓林结婚,后一起回到太行山。 1940年8月至12月,邓小平参与指挥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是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的带有战略性的对日军的进攻战役。 1942年9月,兼任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记。 1943年10月,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在艰苦的条件下担负起领导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党政军的全面工作。 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8月,日本宣布投降。 此时,与刘伯成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已扩大为太行。 太阅、纪鲁豫、纪南等四个地区。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禁忌鲁豫中央局和禁忌鲁豫军区,任中央局书记和军区政治委员。 1945年9月至11月,同刘伯成一起领导了上党战役、邯郸战役。 1946年6月,蒋介石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发动全面内战。 8月至1年1月,与刘伯成先后组织指挥了龙海、定陶、眷城、华县、巨野、金香、渝台等战役。 1947年5月,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 6月30日,同刘伯成帅禁忌鲁豫野战军主力强赌黄河,发动鲁西南战役,揭开了人民解放军全国性战略进攻的序幕。 8月,同刘伯成帅野战军主力,千里越进大别山地区。 1948年5月9日,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书记、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政治委员。 5月,与刘伯成发起晚东战役。 7月,与刘伯成发起相反战役。 11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成、陈毅、邓小平、素玉、谭振林组成总前委、邓小平任书记,指挥淮海战役。 在对国共第二次内战具有重大意义的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中,邓小平任总前委书记,负责对前线军队战略指挥,并对不同解放区进行有针对性的土地改革和政治改革。 刘伯成担心部队安全,试图挖更多战壕以抵御国军优势火力,邓小平却坚持进攻,后来有人批评邓小平说,邓小平在战役初期把部队置于危险,造成不必要伤亡,也没有挖住更多防御攻势。 1949年2月5,中原野战军改变为第二野战军任政治委员。 9月,他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参加了开国大典。 10月,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随后和刘伯成率部向西南进军,占领了云、贵、船、西康诸省,参加领导了进军西藏和西藏和平解放的工作, 实现中国大陆的完全解放。 此间,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 1950年2月22日,任西南军区政治委员。 1951年,邓小平从西南和西北军区抽调兵力控制西藏并建立秩序,西藏和平解放。 1952年7月,调往中央工作,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954年改为国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后又兼任政务院交通办公室主任和财政部部长。 毛泽东下达书面命令,凡提交党中央的政府文件,首先要经邓过目。 7月,周恩来提议邓小平8月份起到北京主持政务院日常工作。 刘少奇提出希望邓小平将西南工作布置后,即到中央。 8月7日,朱德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任命邓小平为政务院副总理。 8月,邓小平被调派北京,全家驻进中南海。 8月10日,周恩来提出政务院党组更名为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以周恩来为任政府党组书记,陈云,邓小平分任第一、第二副书记。 8月13日,邓小平正式上任,主持召开政务院第148次会议,周恩来在会上宣布,在我奉毛泽东主席的命赴苏联期间,由邓小平代理总理职务。 邓小平和毛泽东一起参加会议,研究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及把个体农业和小工商业集体化,把大工业国有化之社会主义改造方案。 10月22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周写信,提出三反,五反,可以结束。 经毛泽东、周恩来审约同意,10月25日三反,五反运动正式结束。 1954年4月,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组织部部长。 9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中国共产党七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与林彪同时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进入党的最高领导机构。 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邀请中国共产党中央派代表团列席。 中共中央派出了以朱德为团长的代表团,邓小平是代表团的重要成员。 这是他第一次出访苏联。 赫鲁晓夫做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 邓小平看了报告的速记稿后明确表示,斯大林是国际人物,这样对待他是胡来,不能这样对待革命领袖。 邓小平的这次莫斯科之行给赫鲁晓夫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赫鲁晓夫后来说,这个人可厉害,我跟他打过交道。 1956年是他来了,别看他各自地点,他的智慧,思想水平可不低。 同年9月,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修改党账的报告。 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成为党内排名第六的领导人,开始与刘少奇、周恩来等一起负责日常工作。 毛泽东在1957年下发动反忧运动,羞辱所有严厉批评中共者。 随后,在1957年到1958年间,中国共产党开展反忧运动,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反忧领导小组组长,主持并积极推进反忧运动。 毛泽东带头整大约55万知识分子,把他们化为右派,并吩咐邓、邓小平具体操办运动。 邓在反忧运动中力挺毛泽东维护党的权威、打击感言的知识分子。 邓小平后来对女儿说,他很后悔自己没有做出更多努力,阻止毛泽东犯下严重错误。 20年年后,邓小平承认自己对反忧扩大化负有责任,但他仍主张发起这场运动并没有错,只是运动被错误扩大。 反忧运动中有55万人被化为右派分子,使毛泽东最初估计右派人数100多倍。 由于在工作中普遍采取规定百分比,比例不够就硬凑,造成主官把一大批人错误化成右派分子,长期受到委屈、压制和不幸。 1957年11月,随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出访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会,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南宁会议上,通过毛泽东提出三面红旗的总路线,全面发动大跃进运动,邓小平对此赞成。 会议结束后,邓作为总书记,积极推动大跃进各项工作,陈云后来说,有些人到书记处找干劲,到总理那儿讲困难。 邓要求严格执行全国统一计划,并先保证重点,其他灵性的不搞。 北戴河会议后,全国各地迅速掀起大半钢铁制高潮,同时,全国农村迅速开展人民公社化运动,严重泛滥以高指标、浮夸风、虾指挥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之、左之错误。 反右倾、骨干劲,掀起新的大跃进高潮成为中心口号、高指标、浮夸风、命令风和共产风重新刮起来,从而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关系更加严重失调。 1958年8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的扩大会议。 会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1959年9月,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 1962年1月11日,七千人大会正式开始。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带头做自我批评,对工作终之缺点和错误承担责任,对党之民主建设产生深远影响。 会议仍然肯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三面红旗是完全正确,没有根本改变左之指导思想。 毛泽东点名批评邓小平的经济措施,这使邓与毛泽东关系开始破裂。 1965年3月,针对江青等对文艺界人士和文艺作品的错误批判,在主持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严厉批评。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 不久,邓小平被毛泽东当成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斗争,邓小平失去一切职务。 1967年元旦,邓小平的弟弟邓属平因为绝望而自杀, 邓小平被打成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被解除一切职务。 5月,汪东兴到邓家告诉邓,毛泽东让他转告, 一,要忍,不要着急,二,留,邓可以分开, 三,有事可以给他,毛泽东,写信。 到8月,对邓的批斗已经升级到武斗, 红卫兵到邓小平在中南海的家里开批斗会, 邓小平被逼着下跪。 1968年9月,邓朴方在北京大学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批斗时, 由四层楼上摔下来。 邓朴方被在场的红卫兵及时送到医院, 但因胸椎压缩性骨折,导致邓朴方从此腰部以下瘫痪。 卓林伤心难忍,哭了几天几夜,邓则依旧无言,只是不停抽烟。 后来,邓小平写信给党中央,请求把邓朴方调来江西一起生活。 1971年邓朴方获准与父母团聚。 1969-1973年间,下放到江西省新建县拖垃圾修造厂劳动。 这是邓小平一生中感到最痛苦的时期。 1971年913事件发生后,邓小平两次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出来工作。 毛主席在信上做了肯定的批示,1973年邓小平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得以恢复。 从1970年1月起,邓小平原来月工资402元,卓林165元,改发生活费后,邓小平每月生活费120元,卓林60元,继母夏伯根25元。 夏天开始,根据邓小平申请,允许上午到拖拉机场劳动,卓林承担其洗涤工作。 这段时间被邓小平视为是人生中最痛苦的时期。 1973年2月20日,邓离开江西,回到北京中南海旧居。 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8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12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 1974年初,周恩来病情恶化,在他亲自指导下,邓小平成事时尚支带总理。 以江青为首,四人帮发动批林批孔运动,只是邓小平与四人帮的矛盾进一步计划。 1975年1月,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也就是所说的三副一长。 同年5月,根据毛泽东之意见,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批评江青等。 由于毛泽东的侦儿兼联络员毛远新多次向毛泽东汇报,说邓小平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又说邓小平的三项只是违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 即生产稿上去了,毛泽东岁于11月决定要解决邓小平的所谓右倾问题。 他在批评邓时说,什么三项只是违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木。 小平,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又指出有些人总是要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 由此展开一场批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2月2日,毛泽东会见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邓小平最后一次陪伴毛泽东会见外宾,两人最后一次见面。 邓小平的行动遭到四人帮的反对,被称为右倾翻案风。 1976年1月20日政治局会议,邓第三次做检讨,表明希望再见到毛泽东。 2月15日,华国锋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书记会议上,讲过当前的紧急任务是批判邓小平,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 在这个目标下,干部、群众应该团结起来。 不过华国锋和毛泽东一样,对批邓小平运动作限制,不要上街张贴批邓小平的大字报,不要在广播电台上批判。 1976年4月,北京发生悼念周恩来总理,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天安门事件。 邓小平被撤销一切职务。 4月4日是星期天,是中国人民传统扫墓的日子,清明节,有200万以上群众到天安门广场,周恩来悼念活动达到顶点。 北京市市长吴德说,看来这是一次有计划的行动。 邓小平从1974年到1975年做了大量的舆论准备,今年出现这件事是邓小平精心策划的结果。 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事件。 政治局会议指控邓小平是幕后指挥者,并决定强行清除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花圈。 8月,开展批邓运动,邓的三个整顿文件被污蔑为三株大毒草。 9月3日,江青赶赴大寨,为批判邓做准备。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 1977年4月,邓小平给华国锋第二次写信,表示完全拥护华主席抓钢治国的方针和对当前各种问题的工作部署。 我个人的工作问题,做什么?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为宜?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 在党中央决定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会主席的时候,我知道了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已最英明过感。 最正确的方式战胜四人帮,为了东山再起,开始向华国锋示好。 1977年7月,中共十姐三中全会恢复邓小平原任的党政军领导职务。 邓小平在会上讲话指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倡导的作风中的最根本的东西。 第三次落起是在1976年至1977年。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将邓小平再次被打倒。 直到1977年7月档的世界,三中全会前夕才获得第三次解放。 关于第三次的起,华国锋、叶剑英等老同志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但是后期邓小平对华国锋却不怎么样。 1976年10月,华国锋亲自指挥了抓捕四人帮的行动。 华国锋就一些紧迫事情做出了安排,其中包括提议要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的意见。 华国锋的意见得到叶剑英、李先念等老同志的赞成。 其中叶剑英说,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吧。 邓小平参加政治局,恢复了工作,他总不会给我们挑剔吧。 李先念也表示,他拥护华国锋、叶剑英让邓小平付出的意见。 华国锋关于让邓小平付出的意见得到了与会政治局同志的全体赞同。 政治局玉泉山会议后,华国锋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提出要邓小平付出的意见。 据吴德回忆,1976年10月,在玉泉山叶剑英处政治局会议之后,不久的另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 华国锋再次提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 他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宣布了三条意见。 第一条,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 第二条,要让小平同志在中央会议上堂堂正正地付出工作。 第三条,现在就要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做好群众工作。 这次会后,他要李先念、陈希莲、吴德三个人代表他,去北京西山看望住在那里的邓小平。 一是向邓小平通报中央粉碎四人帮的情况, 而是当面向邓小平表达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 邓小平是在1976年4月经毛泽东提议、政治局决定解除一切之务的。 而后,全国就开始了好几个月的批邓运动,声势豪大, 甚至超过了之前的批林批孔, 批如平法、平、水浒等运动。 在这种背景下, 华国锋能够在粉碎四人帮后立即提出让邓小平付出, 并且派中央三位重要领导同志代表他去看望邓小平向他通报情况, 表达请他出来工作的意见是需要很大的政治勇气的。 叶剑英对华国锋要启用邓小平的胆识十分赞赏。 抓捕四人帮时,邓小平正住在北京的西山。 他在第二天下午就知道了这个消息。 传递这个消息的人是邓小平的女婿贺平。 贺平在没有讲这条消息前, 因担心家里安装的窃听器处于慎重考虑, 邓小平将全家人集中到厕所里, 听贺平讲粉碎四人帮的经过。 但在消息没有得到正视前, 邓小平为之可否, 也没有流露出任何喜怒表情。 直到几天后, 华国锋派李先年、陈锡莲、 吴德向邓小平通报了中央粉碎四人帮的情况。 邓小平这才确信这个消息是真的。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后来回忆说, 10日, 当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在京正事后, 父亲郑重地拿起笔来, 执行党中央和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 表示坚决拥护华国锋和党中央 一举粉碎四人帮的果敢行动。 在这封信最后, 邓小平还写道,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